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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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Alan 我是Chloe 我們今天協青社來同學玩做什麼? 我們來看看大家對強迫症有多認識 好 那我們現在去走走走走走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一些強迫性的思想 一些行為 覺得自己的手很骯髒 然後就要不停洗手 覺得自己很不乾淨 就要不停洗澡 見到一些髒東西可能想抹乾淨 你很不受控制 就會很想看到東西整齊 強迫症就是你不做那件事 就不行的 例如那件事我沒有做到 我會很不舒服吧 所有事情都要按他的按步驟班 但這個按步驟班是他的按步驟 即是按他的計劃而行 不可以有少少不一樣 強迫症應該是五分鐘就去洗一次手 不斷洗 洗了一次已經很乾淨 但也要不停洗 你可能沒有點髒東西 但也無故到廁所洗手 其實你的手是乾淨的 但你也要承認好像有些東西 即是沿著又要洗手 可能有少少強迫症 勤洗手可能是 跟足洗手的幾個步驟去做 但你強迫症的時候 洗手的話 其實是 你會洗完一次手 完成所有的步驟 但還是覺得不乾淨 可能要洗多幾次 直到你洗到是 覺得都有一種舒服 一種心安理得的感覺 才覺得乾淨 這樣就算是強迫症 普遍應該是找精神科的醫生 其實不一定是醫生才能幫到的 有時找人聊一下 舒緩壓力也能幫到的 因為你強迫症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壓力去壓出來 可以找一些心理醫生 可能令他察覺到自己有這些習慣 那他可能 就會覺得應該有這樣的需要 那他就應該會自己 首先不要否定他的行為 即是因為 即是要嘗試去理解和明白他 這個是一個病 而不是一些所謂 即是你不要歧視他 我覺得其實強迫症都是可以醫路的 或者其實是 強迫症其實都可以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其實只要是肯尋求協助 其實都是會 最後都是會 可以回復正常 即是過一些平常的生活 強迫症是焦慮症的一種 症狀主要圍繞思想和行為這兩方面 強迫思想指一些想法、影像 或者衝動不斷出現 而這些思想通常是不合乎上理 但是又難以致控引起困擾 而強迫行為 是當這些強迫思想出現的時候 會做一些重複性的行為 例如是洗手、排序、反覆檢查等等 試圖透過這些行為去減少 或者中和這些思想和他們帶來的困擾 可惜的是這些行為並無實際的作用 而效果相當短暫 長遠來說 這些行為需要越來越大的強度 才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形成惡性循環 強迫思想和行為 往往需要消耗相當多的精神和時間 影響日常生活 所以強迫症 其實不是我們較常聽到的 潔癖或者原理主義 大多數受強迫症困擾的人 其實都知道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並不合理 但是又控制不到 所以對自己的這些情況 都感到非常厭惡和抗拒 如果你懷疑身邊的人 有強迫症的情況 嘗試理解他們所身處的兩難局面 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支強心針 同時鼓勵他們嘗試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精神健康的資訊 歡迎你看看我們其他影片 如果有需要或者想查詢有關服務 可以透過這些途徑和我們聯絡 好奇心 和你一支插你 往最後一支插我 算下 我們還有一支插隊 以及有兩支插隊 在這支插隊 線不固 很好奇 走